現在我們要上的內容叫做氧氣 第一個是氧的性質一樣 無色無味無嗅 常溫常下是氣體 略溶於水 比空氣重 然後可以助燃 它的重要性質可以助燃 可以使餘境復燃 可以使燃燒更加旺盛 所以我們說它有助燃性 然後呢 空氣裡面的氧 或者溶在水中的氧氣 就會提供我們做呼吸作用 呼吸作用 然後可以使鐵金生鏽 是待會要提示的重點 生鏽 氧化 燃燒 燃燒跟生鏽都是氧化作用 國中 國中 在八年級的時候交 什麼叫氧化 跟氧結合 九年級的時候會用 以前是高中的交法 隔電子或者是濕電子 來說它叫做氧化 目前就是跟氧作用 叫做氧化 劇烈的氧化 放出光跟熱叫做燃燒 劇烈燃燒叫做爆炸 或者爆炸 然後呢 生鏽也是一個氧化 那麼生鏽的過程 需要的三個東西 第一個是需要鐵 鐵金生鏽需要鐵 第二個是需要氧 同時還需要的是水 然後這裡有一搓一排的東西 最左邊真空沒有氧 所以當然就不會生鏽 第二個 乾燥通氣表示沒有水 所以就不容易生鏽 因為沒有水 然後呢 第三個是煮沸過的水 也不太會生鏽 因為氧已經跑掉了 所以潮濕的空氣就會有生鏽 就會有生鏽 然後因為有水 有氧 有鐵 然後呢 這個泡在水裡面的水比較多 所以就比較會生鏽 然後在這個酸性 就是後面的鹹水 那些都有幫忙催化的作用 就會使它更容易 更容易的生鏽 更容易生鏽 這就是有關於生鏽的一些 有關於生鏽的一些狀況 有關於生鏽的狀況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防止生鏽呢 如果比如說鐵座裡做橋 它怎麼樣能夠防鏽 它不會生鏽 就是我們想辦法隔絕水分 但重點是要隔絕什麼 氧氣 不要碰到氧 所以我們會塗油啊 塗油氣啊 我們會電鍍啊 什麼我們記得以前背過的 馬口鐵啊 白鐵有沒有 來渡那個東西 然後呢 讓它看不見氧氣 然後它就不會去生鏽 不會生鏽 OK 另外的是想辦法改變性質 比如說我們用不鏽鋼 我們國中不鏽鋼的種類 伊伊陀拉提那些 現在廣告打什麼什麼 什麼三菱絲不鏽鋼 食品級不鏽鋼 什麼大約東西 我們國中有交貨 你的是古時候 那個最簡單最基本的不鏽鋼 那時候十八八不鏽鋼 裡面加了百分之十八的個 百分之八的面 而使了這個鐵的性質發生一些變化 所以不太會生鏽 所以這是個防鏽的方法 所以讓各位能夠了解 氧化跟生鏽狀況 以及如何防鏽